我不教训教训 你还翻天了是吗 我让你知道什么是翻天 林浩 我送你的分手语 你也要听得见响 卸下包袱 勇往直前 走出舒适圈 进入新世界 恒天是今年天儿最大的项目 谁也把我们的品牌开进去 谁也能承认笔记的从前 她有一个外号叫前包站 总是相当狠 你将来根本没有办法 适应我的工作节奏 受不了委屈啊 回家养着啊 你们把我在乙方的路腿堵了 我怎么能迫不成舟的 去甲帮成才重新开始啊 林总 这位是 我们万里什么时候成收容所了 老阿凯 什么好意思 杀鸡近喉对于团队不稳 是一招最有用的办法 王太太 为了一个男人放弃事业 你觉得值吗 王太太 你那么漂亮懂事 我们现在多久离次啊 你嫌弃我了是不是 阿姨们还是觉得我们才爱她 我们离婚嘛 这样的我可以找你 放心 我可以控制了 一整个男女主 家人就先让我想清楚 你图她什么 她图你什么 浩子在我们做个可恶 吃香 这嫁妆肯定不能少 一百万 我还真的有用 ctv note 总还真是勤勉啊 这么晚才下班啊 定总不也是吗 家包当这么晚 是想把鸟仙飞吧 与其在这儿管我 不如先管好自己的员工 管好自己的团队 就不劳烦丁总费心了 是我分内的工作 如果连有效的团队管理都做不到 你也用不了半年 现在就可以辞职了 丁总不用着急赶我走 如果我走了 你就没有好戏看了 你能放手了吧 硬着好像沾上蜂蜂 算是落岁了 居然还怕黑 有你管 别问了 你这脑子有问题吗 这都停电了 你还指望有电梯啊 万一只有这一层停电呢 那你自己等吧 成年 酷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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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按摩 你要不要把你那高跟鞋脱了呀 不用 我没事 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一个电话会 先回去了 你自己慢慢走吧 行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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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赞会 什么意思啊 孙飞 早啊 我路上有点堵车 连着三天 如果你觉得准时到岗开会的要求对于你来讲是一种负担 那你可以不需要勉强自己 现在可以回家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连中文都听不懂了 你要开除我 凭什么呀 你说呢 就因为我迟到了几分钟 你也太过分了吧 今后大家跟我熟悉就会知道 我做事向来说一不二 初次见面我给了你们三次机会 只有你一次都没做到 所以我觉得 你将来根本没有办法适应我的工作节奏 如果你们谁觉得将来自己没有办法 八点半来开会的话 或者觉得跟着我这个新老板 前途不明 可以马上给我离开 否则未来半年 我不批准任何的离职申请 管总 我没问题 最后大家就是一个团队了 我们一定尽力完成好您布置的任务 在管总的带领下 招商部一定会更好的 管总放心 我们一定配合您的工作 管总 您尽管吩咐 我们会做好的 对 对 管总 您笑什么 有人计划没有办法得逞 我当然高兴 散会 上纸心狠舍不辣 轨迹多短 我可听说这林月 是特别的难搞 我也听说你在看不见的地方 花了不少的力气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叶点总对我们 毕业部门的业务这么感兴趣 不如下次跟我一起 去建业主吧 我不像你 我可经不起业主的过分的要求 恒天的确是提的要求 我答应给他们一个独一无二的设计 您多费心了 我们工程部受点累 辛苦点都无所谓 倒是你们毕地做销售保底 而我记得你上一次 带运营部拍着胸脯对业主说 我第一年新店销售 要凑到两千万 可把我们这个零售总监给累坏了 我记得这家当初被大家争论不休 至于位置不佳的店铺 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因为CBD提前建成 而销售额翻番 现在已经是我们 TOP5的门店了 这是不是带我们BD所赐啊 管文 今天晚上的聚你真不来啊 我的姑奶奶 我已经连续一个月 加班到半夜了 你就让我做个人吧 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那就太可惜了 你会错过你们家Lady啊 折绿茶的精彩表演 我每天都看她在公司表演 下班了你还不让我消停啊 你知道她吹什么牛吗 她说今天拿下了林月 横天一楼到七的一般五十平的位置 说同意给TL 还说全TL就认她这张脸 别人来了还不算 而且明天一早就去签约了 这不是扯的吗 你ı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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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